Hello 大家好 官方今天就宣布了12月的活動內容 那好 首先是12月的一天突破性進展獎 那今次就是單手錄 終於有些更厲害的東西 還有它也是有色違版的 大家都知道 它就會在2021年10月2日星期四清晨 到2022年1月1日星期六 12月的每個天日都不少有這個一皮皮禮盒 那注意是限購一次 那就是12月6日、13日、27日 那裏面有一張遠距離入場卷 還有其他道具 12月的五星期三體戰 但是注意下列的日期會由上午10點開始或者結束 首先會有黑白龍的回歸 那還有今次會先開放色違版的 而且黑龍帽雖然看到色違和色違的樣貌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它攻擊的時候 真的還沒會發光的時候 那它的顏色是有少少不同的 但是大家都分得清 因為它會有色違的效果 它們兩隻會在12月1日星期三 至到12月16日星期四 那大家想完這個黑白龍之後 應該大家都想到 就是幼淚舞 還有又怎會不少它 它都會開放色違版呢 那就會在12月16日星期四 至到12月31日星期五 12月的五星團體戰的陣容 非常之厲害 而且也不要忘記了 每個星期三的晚三六點至七點 都是這個晚餐約會 12月的超級團體戰 一向超級團體戰都不是太受歡迎 但是這次應該都會有少許吸引力 下列日期都在上午10點開始或結束 那第一隻 那就是馬上出新東西 那就是大鋼蛇 差點想說大鋼蛇 就會在12月1日星期三 至到12月23日星期四 第二隻就是超級暴雪王 就會在2011月23日星期四 至到2022年 1月7日星期五 12月的寶可夢最朝時刻 就是每個星期二的晚餐點七點 首先12月7日電擊獸 傳送寶可夢糖果雙倍 12月14日鴨嘴火龍 進化寶可夢P雙倍 12月21日雪粒怪 捕捉寶可夢雙倍XP 12月28日噴梯虹 捕捉寶可夢糖果雙倍 提醒大家 12月社群日的內容已經宣佈了暗場 可以看看影片 12月的活動預告 第一個活動就是名聖古蹟的季節 會在12月1日上午10時至2022年3月1日上午10時 主題就是過去的女號 預告會有Pokemon GO 2成都地區 第二個活動就是小山豬的分鄉日 我們現在馬上來講 會在今個星期二日上午11時至下午5時 分鄉會吸引到小山豬 長毛豬盡快到象牙豬會學到原子之日 活動獎是活動限定的田野調查會 商店有活動禮盒 兩邊有兩個分鄉 需要一匹幣購買 當日在不同的時段都可以吸引到不同的小山豬 我這裡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馬上來講下一個活動 龍螺旋之塔沉迷 會在12月7日星期二至12日星期一 主題是合縱地區龍螺旋之塔 這裡也講了兩次龍螺旋之塔 究竟這個塔是什麼 最主要是關於黑白龍 那我就猜會不會是合體的出現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互拍可以改變樣子 合體又可不可以是類似的方法呢 不是真的一個很簡單的活動 但現在又猜得怎麼樣呢 第四個活動大家都不發生了 就是Pokemon Go Holiday 分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就是這個聖誕節的活動 會在12月16日星期四至12月31日星期五 官方就預告會有裝扮的死人 有兵器人家場出現 還有活動的限定團體的調查 還有冬季的主題換裝道具 還有豐富的獎勵 好了這次就是這個Pokemon Go的12月常規活動的內容 這次應該是我覺得最喜歡的一個月份 也有這個色為黑白龍蟻和巢女帽 雖然合體出不出現也沒什麼所謂 當然是希望它出現 大家覺得不覺得這個12月的活動很好呢 還有大家覺得合體會在這個月推出呢 如果喜歡這影片記得一讚好嗎 記得訂閱我旁邊 希望當日心情的小鐘之力 如果知道我心目動態心目日常 也可以follow我IG 我已經在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